我们一起实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卡片的一个入口 在这节课呢 我们一起来实现我们底部这样的一个卡片的入口 我们底部卡片这样的一个入口呢 分为我们上面的这样的一个tittle 以及我们下面呢这样的两个大的卡片 以及底部的一个四个小的卡片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怎么实现 首先我们这样的拆分为几部分 然后上面这是一部分 然后两个大的卡片作为一部分 然后呢小的卡片然后作为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grade的NV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在这个subNV的基础上 我们来创建一个sealbox 我们给它起名为底部卡片入口 然后呢这里呢我们给它改个名字 名字呢我们就叫seal box sealbox里面 我们接收的参数 我们就是sealbox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实现它的build的方法 然后背景色呢 我们还设计成白色 然后这个圆角呢 我们就取消掉 还有这个punding呢 我们也不需要了 好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实现它的itom itom的话这里的话我们就改成sealbox 首先这个for循环我们就不需要了 然后呢在这里哈我们直接得用itoms add item 然后呢我们提供一个什么呢 提供一个double item double item的话我们在这下面来盯一下这个double item 然后呢它返回的也是个vg的 double item里面呢它也接受这样的一个model以及这样的一个上下文 model呢它接受两个因为是double嘛 所以说它接受一个左边的卡片 卡片的模型 再接受一个右边卡片的模型 这里是right 接下来哈我们来再来加两个参数 一个是哈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大卡片 还有一个哈我们判断是不是最后一个卡片 对他俩来说哈 他是大卡片他也是大卡片 那么对右边这个是最后一个卡片 所以说哈我们这一组里面哈我们要区分出哪一个是 他是不是大卡片 然后区分出哪哪一个是最后一个 然后我们反回一个roll 因为他是行排列的 然后呢我们安排的设计方式 然后排列方式 我们这里设设设设设设计这个sper差点 然后呢我们给他设设设计的chared 切磕的话我们就可以调用我们的item方法 然后呢 给他在这里哈item方法 我们同样啊我们参考这种方式 然后我们给它设一个什么 设一个comment model 然后再设一个left 是不是左边的 以及是不是最后一个 好 我们来传这样的一个left left的话我们传true 第一个是true 然后我们last的话 然后model 我们这里是选什么 选left 我们这里就选这个red card 这里选force 生成两个item 这样一样我们doubleitem变设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已经使用它 doubleitem我们首先给它传递两个 一个是我们所有bocus的big card 我们这里 这里是我们的sealbox model 这里就是它的一个big card 还有sealbox big card2 然后这个参数是不是左边的卡片 我们就传true 我们看一下这个含义是什么 是不是big card 我们就传true 以及是不是last的最后一个我们就传false 我们来看一下 doubleitem context left right big last 我们还需要了一个 像它一个context上下文 好我们上面的这个卡片也创建好了 接下来我们创建在下面的 然后这里是small card1 还有small card2 好接下来还是small card3和small card4 那么这里我们其实需要传false 然后这里需要传出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返回一个column 这个column的话我们再设一个它的一个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 这样这两个都删除掉 我们放一个container 然后container的话我们可以设个高度 44 大家可以根据设计进行调节 然后我们设个margin margin的话我们再设个左边距 左边距我们设为10 left设为10 接下来我们设为chill 首先我们现在实现 这里有没有这样title 这个title 左边是个图片右边是这样一个文字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下滑线 所以说下滑线的话我们用decoration装饰器 然后我们给它设一个box decoration 然后box decoration我们设个boulder boulder的话我们之前也设过boulder 大家还要回忆一下 boulder应该怎么设 我们只需要设着bottom border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boulder side的话 这里west我们设为1 然后还有color color的话我们设为一个 color我们设为一个0x r ff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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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实现它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这样的布局 首先我们从效果上看 我们它是航排列的 航排列的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排列方式 然后这里是我们设置中space给吞好了 然后我们设个chared chared我们上面是一个 这里是一个图片 网络上一个图片 我们所以说我们用emg network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设置中一个cellbox 然后icon 然后icon 接下来我们再来设一下它的一个高度 高度是15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显示方式 显示方式的话我们包括是fail 然后填满就好了 下面的话我们再来设一个什么呢 我们再来换一个container container的话 我们这里我们给它设一个panding 我们右边这样的一个文字 以及它的一个背景 我们设个panding panding的话 我们给它设一个左边我们设为10 然后顶部设为1 然后右边我们设为8 然后底部我们设为1 然后再给它设个margin 为什么既设panding又设margin 因为设panding是为了 将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字之外 这些区域 比如这些见面的这些字 给它有一个预留的空间 margin是为了让它给右边 有一个预留的空间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直接on了就好了 我们只需要设一个右边的 右边的话我们write 然后我们设为7 好接下来我们来设一下它的一个装饰器 它是我们最常用的 BOX装饰器 然后我们设一个border borderradio borderradio的话 我们这里直接设一个12的一个圆角 然后我们设一个界面色 这个界面色 我们之前有设置过线形界面 线形界面上这里接受一个color 接受一个colors colors它开始颜色 我们给它设置为0xff 然后f4f4163 好中指的颜色行我们设一个 然后color 然后中指的颜色 好 然后我们给它设置一下 我们这样一个线形界面的一个 驱使位置 然后北推的话 比如说我们也想设置我们的线形界面 从哪个位置开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 它里面北推这个参数 北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rlern 我们从左边开始 cinter left 然后结束的位置 还有一个end 然后cinter right 从左到右的一个形界面 接下来我们再来设置一下它的child child的话 我们希望它能有个点击效果 所以说这里我们的设一个 就是director 然后给它设置的on type 在这里就可以用我们之前课程里面所讲到的 然后跳转通过这个navigator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webview 然后跳转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设一下它的child 它的child很简单 我们就显示一个文字 然后这里面的内容是我们的一个获取更多福利的一个文案 然后我们记得给它设一个style style的话我们tags forward tags style 然后我们给它设一个颜色 设为白色 然后我们再设一个大小 好 好 现在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将上面我们添加的这些内容 也就是我们创建的上面的架面的就几个卡片 我们添加进去 怎么添加进去呢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装建一个row 我们希望它们能进行排列 也就是左右排列 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个排列方式 然后我们设一个child child我们itms 然后sublist 然后0到1 然后我们将这个中国2去掉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设置 下面两个 然后这里是1到2 还有2到3 这样一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首先我们在我们的home page里面来使用它 这里是用的我们的cell box 叫它导入进来 cell box的话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下 cell box MO 然后呢在下面我们需要运行处置化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这个时候并没有显示任何内容 然后呢这里上泡了一些错误 这些错误上大致意思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 Render object渲染的时候 它因为布局它的约束 然后发生了一些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个cell box 它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约束 一会儿我们这个cell box是直接拿我们之前的 这个cell box 在它基础上进行改的 所以说它里面的这个展开 这个逻辑我们就不需要了 另外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它的大小 设置一下我们的图片的大小 我们这个图片因为它分为几种形式 一个是 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图 还有这样的我们的一个小图 但是无论是大图还是小图 我们的宽度都占屏幕的二分之一 然后小屏的小图的高度占大图的高度的二分之一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里根据图片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我们来控制它的一个宽高 我们首先控制它的一个宽度 宽度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首先需要获得一个屏幕的 一个当前屏幕的一个宽度 这也是我们本节课程的一个彩蛋 也就是说如何获得我们当前手机屏幕的一个宽度 获得手机屏幕的宽度 可以通过这个media query 然后呢通过它的这个size 然后呢我们加上一个ys 然后获得它的一个具体的宽度 然后除以2 然后我们加上一个5 加5是减我们判定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编剧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试下它的高度 高度的我如果是大图的话 然后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big 两个我们少了一个参数 我们要知道 当前是不是大图 如果是大图的话 我们就显示129这个高度 小图的话我们显示一个80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当然也可以是它的二分之一 接下来这个title我们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只需要显示这样的一个图片 另外因为图片我们需要给它设置一些那个什么 设置一些它的一个分割线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container 给它设置一下的装饰器 这里我们设置一下装饰器 装饰器的话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通过border 好 我们之前也用过border 在这里我们给它设一下right right如果是left的话 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right border 然后我们这个left的领处的话 我们设一个border 这个border的话我们在这里来定义一下 border set的话我们这里的话直接 border set我们设个rights的1.8 然后以颜色的话我们给它设个颜色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 然后我们再来设计一下这个bottom 底边的这个 我们判断一下 底边这个bottom的话 我们判断是不是最后一个 如果最后一个我们就不是 如果不是最后一个的话 我们再去设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 这个图片的话 我们给它设一个显示方式 我们让它fail称满 这里的话我们再给它传一个 第几个参数网 第1个 然后我们传一个b个 是不是大头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显示档我们便运行出来了 出来了 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 一个显示的一个效果 右边还有一个 我们布局显超出我们边界的 一个情况 另外我们第二个 第二行应该 本应该是个小图 它两个 而且它两个的高度还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代码 首先我们先来看 我们 第二个小图 第二行 它的高度 为什么有问题 它的高度 其实应该和下面的高度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 我们这个参数 倒数第二个参数 其实是一个 是不是大图 我们这里其实应该穿FORCE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现在它这个高度也OK了 但是右边还是溢出 溢出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图片的宽度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算图片宽度的时候 这里因为我们左右边局的存在 我们在首页这里面 我们给它设置了左右边局 所以说这里我们最好减去一个左右边局 然后再减去中间的这个线 所以说这里我们保险期间我们又减了一个10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然后这样一来 我们的图片就不会溢出了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 我们底部这样的一个卡片 接下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OK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本节课我们实现了一个SERVOGOS 底部的卡片那个入口 在这里我们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SERVOGOS 我们将这个布局分为上中下 还有底部这三部分 首先上部分我们实现了一个 最左边我们放了一个网络的图片 然后右边我们用一个container 来设置它的一个圆角的一个 间边的一个背景图 然后里面我们放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然后点击这段文字 可以跳到我们对应的活动页 另外本节最关键的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本节的一个彩蛋 就是说如何获取我们屏幕的一个宽度和高度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media query 然后通过它的size来获取屏幕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在这里大家如果通过屏幕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来计算我们组件的屏幕宽度高度的时候 布局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预留出一些buffer 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图片 也就是所有的我们的组件 它的一个宽度或者高度加在一起不能超过我们屏幕的宽度和高度 不然的话它就会弹出这样的一个警告 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需溢出了 以上便是我们本节的主要内容 大家在学习这节课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课程右边上进行留言 我看到留言之后 回大家及时的一个回设 我看到留言之后 我们也有从而是老人走 我看到你们课程第二位